随机 真是随机 要考虑很多问题 包括演员的家住的远不远 结婚没结婚 有没有孩子 家务重不重 包括他离哪个剧场近 而且我们这几个队伍是随时调整的 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可能半年之后有原因 他搬家了 就给他调了别的队伍去了 所以说这个跟艺术没有关系 这是最早就有几个孩子 包括我最早有一助理 那助理他就管我叫叔 后来他的侄子要学向上 所以你想他叔管我叫叔 他那个孩子来了就不能拜我了 就得拜比我小一辈的 所以最早就是跟着什么乱云平他们 后来跟着岳云鹏 其实能收徒弟的还就是这几个人 其他的包括你说烧饼也好 谁也好 可能也有徒弟都小 还是这么先说着 离着真正意义上的收徒弟还早着呢 跟粉丝数没有关系 你比如说某场演出 比如就拿咱们节目来说 比如说卢云平 卢云平这个分数可能未必比一些流量演员要高 但是并不能够否定他的艺术水平 我们捧某个演员也是综合方面面的 可能有的人有观众缘 可能有的孩子呢 自己很用功 你比如张云 张云雷他就属于是天赋条件好来就早 你比如说张和伦那就是他很用功 自己愿意写新节目啊 怎么考虑让观众爱看呢 你包括比如说上九溪 比如说这些孩子他都是有自己的想法 你得让我看出来你在运功 好比说你在河里边 我想拉你一把 你得伸手啊 你沉的水底 我上哪儿够你去 到他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了 忙不过来了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某一位经纪人带三四个艺人 四五个 逐渐逐渐的这里边某一个人可能好一点了 那么就需要重新再调整 我们这是活的 包括艺人也不是完全被某一个经纪人 永远是归他管 不全是 来着看啊 因为你不知道后不会发生什么事情